文婉跟前夫之间 本来我觉得你也是 就是 那位老婆没嫁交 在一条船上大家努力 直到有一次你说 你是被银行的经理骂 你才觉醒 对 其实应该是讲 我觉得我跟 我跟刘涛有的比 虽然金额不太一样 但是也是真的是觉得 身体给什么都可以给 命都可以给 其实取到我是很幸福的 但是我觉得 那个时候就是 完全就是义无反顾这样 然后我记得我那时候 就是什么房子 然后什么 反正家里面的动产不动产 几乎都是它的名字 后来有一次 后来老实讲 就几年的奋斗之后 其实真的有一点点残疾 一点资产这样 然后我就想说 我可以去买一点点 类似那种银行的保险 那那次 那个很特别的是 那六万块的美金 然后你跟银行买了之后 它可以帮你做什么 在性的投资 什么投资 那你唯一的那个 可能就是 你可以有损益 反正各方面的就对了 然后那个大概围棋 我记得好像是三年的时间 然后我那时候就是 在银行的柜台 我记得那时候 前夫跟我一起去 然后我就跟那个经理讲说 你就 然后我就 就是用他的名字这样 这个是我的习惯 我觉得就是 我们刚刚讲的 有时候通常 老婆 人家说 母人厉害 老婆就不用出头 可是很多 就是在扛担子的老婆 都会觉得说 我不希望老公没有面子 我也不希望让他觉得 在别人面前抬不起头 所以我通常 其实这个 我会把面子做给他 我觉得那对我来讲没差 因为夫妻嘛 反正都是大家的这样 所以通常这个时候我就说 那你给这个先生 写一写那个 要保单 那个是我记得是 六万块的美金 好 然后呢 后来那个经理 因为我大概长年 都跟他往来 他第一次 他是一个女经理 第一次他说 那个 吕小姐 婉安姐 你等一下 等一下 我有话跟你讲 我说什么事 他就把我叫到 小房间里面去 他就说 那个婉安姐 你为什么 他用这种口气 你为什么要买他的名字 为什么 我说哎呀 没差啦 就夫妻嘛 对啊 自己老 没差啦 他说 怎么会没差啊 你不可以 你什么东西都弄他的名字 他很清楚 因为包括房子贷款 什么什么什么 他很清楚 我说没关系 没关系啦 可是他 我虽然嘴上讲没关系 但是他的眼神 他当时的口气 还有他提醒我的 我就心里有个 我心里讲说 对啊 我就回头想 我自己到底有什么 结果没有 因为所有都不在 不在我的名字 邪马姨 他的名字 对 厚丹也有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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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都有名 人也是他的啦 包括他买的 保险都我在叫 哇 等等 受益人也是他 我老实讲 我哪天 他如果把我下毒 真的就是 他滚了旁边 可是我那时候 没有这样想 但是那个 我那个 那女经理 她那时候讲这一段话 让我觉得 对啊 有什么 女经理应该是看多了 我觉得是 然后觉得 你怎么那么笨 所以很多人会觉得 很怀疑说 李文婉你这么笨 看起来好像 乔乔 你做的事情 都是非常难以 难以让人理解的 可是那时候 就是没有这个 这个知觉这样 好 然后呢 我就 他提醒我的之后 我就觉得都 对啊 为什么我要做这么多 然后但是心里面就觉得 就开始觉得不对劲 然后也有做 就开始有一点点 那种恶心出现 那后来离婚呢 那个保单呢 我跟你讲 对讲到重点 那个保单 我那时候 到期了 可是刚好卡在呢 我说三年 刚好卡在 那个保单到期了 那那时候我自己 一想听 他想说 快到了 那不要做得太难看 就觉得说 夫妻一场 那我们一人一半这样子 哇 钱都在叫的 对啊 这是领一的领 对 而且你说 六万多 六万的那个美金 其实整个台币 其实包括什么利息 什么家家 两百多了 那我想说没关系 反正就是 那个数字 我们就一人一半这样子 那我这样做OK吧 OK OK 本来就是财产 其实没有 我是觉得我真的还蛮厚道的 到最后他半毛都没有给我 他全部拿走 是哦 对 我妈看到这段 又要骂死我 又要再 妈妈不知道吗 其实我很多事情 她都不知道 她都透过哇哇 我还知道 包括离婚都是透过哇 我还早去睡 没有她没看你睡不着 真的 什么兴趣 那所以我那时候 就是我很震惊是 我那时候还跟她讲说 我还在想说 我怎么跟她开口 我们一人一半 结果我还没开口 她说那个是 那个是她的 全部 因为她觉得 没有我 你哪有这些钱 所以其实那时候我真的 那个是我完全 非常受伤的一件事情 因为我还在那边想老半天 你知道给我三分之一还是 我一人一半嘛 那如果没有 她完全拿走 所以你就知道 就是说 有些男人 你这样帮她是没有用的 其实文婉的 这几年电视的发展 形象是不错的 所以你的通告也很多 那对于这样的通告的收入 老公有想法吗 你说那个 我现在 就是一个很特别 就我还在婚姻状态里面 就是我从来没有讲过 蛮丢脸的 她认为 我现在讲 就是还蛮 维持蛮长年的一段时间 她后来她说 其实她标准的旺妻 她觉得 人家说旺夫吗 她觉得她很旺妻 那 你咳嗽我 我跟你讲 也会被告 我没有看过 那么会往脸上贴近 你才知道 很可怕 所以 人家伤疤 就觉得她很旺妻 所以你今天 可以赚这些钱 那你是不是应该要 分润 你是不是应该 分我一杯羹 她分润 对 然后呢 因为我在那边讲 我负责 然后她就说 那分润 那从刚开始的两成 到后来涨到三成 不然我这样 现在经纪人抽两成已经很高了 因为有时候1.5 抽1.5 那她是 15% 她是现在 她抽到20% 抽20% 后来呢 她就说 也就是说 如果你上通告 一集是5000块 她就抽1000块 是 然后呢 可是 那我们是月节啦 月节 月节 是不是 我那时候 你有老实吗 我跟你讲 我非常 后来你知道 非常非常老实 真的 我感觉我起来 感觉很气 我 想到不要买钱 真的你知道吗 每个月真的 比方说5号好了 因为我忘记几号 反正就是一个固定的时间 我就是一个信封带 而且还要 你拿给它之后 还要毕恭毕敬 你如果说 有一点那种 就是那种 干嘛是那种 脸色不对 她就觉得 你不情愿 老公在这里 你怎么毕恭毕敬 没有说 那个 这个月给你的 这样子 我有个疑问 既然收了 经纪人的费用 他有做什么 经纪人应该做的事吗 比如说帮忙 乔通告 还是帮忙提包包 忘记 你刚刚不知道重点 她老公 这样有些人有想法 就是 是我让你 你有机会出去工作 是我恩准你出去 你如果不嫁我 你哪有人可能这么 对啊 类似这样 就忘记 类似这样 她觉得 她的磁场 她的磁场够好 然后所以呢 她呢 就是代忘我 其实老师说 后来你觉得 她这个理论虽然是 其实不够精确 也不对啦 可是也对 是因为她太 她太 太衰了 她没有赚钱 所以我必须要 很努力地赚钱 所以我让自己很有任性 我可以这样讲吗 提升自己 对 那我们如果用这个角度好 那就算了吧 我这样她抽个两成 其实也不少 很多 一个月下来 真的真的很多 那其实 后来我就觉得说 那我 后来一直到后 应该是想说后半段 我就会觉得说不对 突然间有一天 我就觉得奇怪 她后来又调高 没有 就调高到三成 然后三成很多 你看 比方说十万块 你本来两万块 变三万块 那个是 那个急剧是很大的 就好像缴税的 你也答应 道理一样 答应啊 可是后来我慢慢地 我觉得不对 我为什么要那么老实 刚刚郑大哥问我说 你不懂做老师 我老实说 我真的发誓 我真的是 月结之后 多少就是三成 就是给他 如果政府的税率低 通常大家就诚实深报 税率高 大家就会讨算 所以后来我觉得是 天啊 我真的疯了吗 而且那时候老实说 我已经开始要准备 那个撤 应该是说我觉得 我没有办法 婚姻要撤了 对 因为我觉得最主要是 他对待我女儿的态度 那我觉得这个婚姻 我不能 你看前半段 我都是 没有无怨无悔地给 好没问题 你觉得怎么样都怎么样 因为我觉得身外之物 可是后来我觉得 你对女儿是这样 那我就不要 我就开始 我就开始谎报了 那老公拿到钱 他去做什么你知道吗 不知道 都不知道 我完全不会问 然后但是呢 家里的比方说 所有的开支 还是我在付 所以其实老实讲 我的负担是很重的 比方说包括房贷 还是说那个 那个柴米油盐 家用 全部是我 那他拿了三层要去干嘛 其实我真的没有过问 曾大哥 刚那个马律师一直骂我说 你真是智障 完全是智障的行为 我承认 就是说 其实对家人 我是不会计较 你这款母亲都很赞 对吧 一直生贵人 是啊 都没共赞 我说 你贵人 真的啦 是下蛋的金鸡 对不对 没有像刘涛一样 但是我就说了 其实那时候也是忙到 你怎么会去管他说 你钱花到哪里 然后你在做什么 不是你总要问老公 你拿了我三层 家里还是我开销 总要问他吧 你那钱到哪里去 对啊 我真的没有 我觉得那时候好像 好像好像 好像去 中桌还是怎么样 很惊 空梦啦 空梦啦 欢迎我给你就好了 你梦 今天 我 欢迎我给你就好了 然后也不要有太多的 比方说这个就会造成 口角 还是他会 就是那种自卑心 我发现 就是没有什么发展的男人 他自卑心是很重的 他不允许 我遇到过一些 事业上是女强人的 他因为外面算计太多 就是 你在生意场上 他非常沉默 然后每个男人 做什么做什么 就是 清清楚楚 清清楚楚 然后我的员工 盯得非常紧 然后他一结婚以后 他觉得在家里面 他想要找到那个 小女人的那个感觉 然后他心认为说 我不应该把工作的 那样子精明 拿到家里来 所以呢 老公就会 他就会开始放纵 一些老公的行为 视而不见 甚至脑袋变智障 钱没关系 让你开 那久了以后呢 就会养成像你刚刚这样的 过去各行 我觉得马律师说的对 因为曾经 比方说 靖淳啊 还有篤灵啊 他看 他看过我前夫 我跟他互动 他说 他其实 他们两个曾经都在节目里面 曾经那个 那个什么 就是奚落我啦 他说 李文婉 你看他这样子 我感觉好像很精明 很轻轻 那没关系啦 那没关系啦 他说哇塞 多像小鸟 就是他这样讲的 就是说 看来你拼 你会阻止自己的经民 到家里面 你到家你就告诉自己 我是白痴 很像我 你就想要放松 他想要说 只有这样子才是我幻想中的家 嗯 他就把它切开来 就是楚额汉界 把它切开来 我在外面 不管怎么样 我回到家我就要放松 放松就是不能计较 然后呢 我老公 我什么都给他 他一定会帮我弄得很好 这是幻想 你知道他们家那个门 就是一个很关键的装置 在这边是有智商 这就是事实 没有 我的感受啦 分享 我觉得很多夫妻 有一方就是不敢冲突 但是要勇于激烈的冲突 才有办法再往前 要不然就是会用贼心 是啊 没人敢敢 所以就不懂 没人敢敢 所以其实在在都是一种压力 人家说你干嘛 给他 可是就是 那他到底做了什么 刚刚黄医师讲嘛 我就觉得说有时候 一定是你不给他会闹你啦 也不是 也不是 就是那个很奇怪的 很自然形成的一种氛围 在那个 我跟他的空间里面的那种氛围 比方讲说 不想算 不想算 比方讲说 他有时候我工作 他会帮我带小孩 那问题那个几率很低 因为连女儿都觉得那种压力 所以大家记不记得 以前我常常会带着小孩 就要工作这样 那是因为他会变成摄影棚小孩 是没有办法的 因为他其实也不想跟他的爸爸相处 因为他觉得压力很大 所以我必须带着他 然后呢 所以其实基本上 你仔细想想他在做什么 其实也还好 有限 那比方他还会管我说 奇怪 你为什么衣服没有按照大小排好 你左右没有弄好 你没有拉秤 就是说 我还要做很多的家室 可是呢 或者地板为什么没有擦干净之类的 他反而就是说 你说真的分担 我觉得他给我心理负担 他这个家室他没有做吗 有做 可是有限 应该这样有限 他也许只顾他自己的部分 那我自己的部分 我可能自己要做 要叫你记责吗 会 要记责 他就说 像你的习惯很差 每个东西都要记责 你才知道你钱用在哪里 然后有一次呢 我就觉得 因为那时候很苦 你知道吗 就曾经很苦 你是 就是连一颗乳蛋都不能加的 大家记得 我曾经度过那很苦的 是连一颗乳蛋 我可能帮女儿加 帮她加 我自己就不会加 是因为真的没钱吗 就是 能省就省 就是很苦 所以能省 连那种小地方你都要省 这只是 是一个 应该讲说 凸显 就是你那时候 真的会觉得算极支出 就是连颗乳蛋 你都要计较 可是后来就觉得说 稍微放松一点点 就是经济稍微好一点 宽育一点的时候 你知道吗 他叫我记账 记到什么程度 比方说我晚上买 买一碗面回来 没有加乳蛋 他是会看说你记账 你还不能随便记 他问你说 我晚上不是有吃乳蛋吗 为什么没有乳蛋呢 那个钱要记 就是说 我现在比喻给大家 因为枝枝节节太多了 我只是比喻给你听说 你看他可以说 你要记到这么程度 那你要不要去开源 我常常讲一件事 他说接流接流 你要不要去开源 开源比节流重要 是 因为你无法开源 所以你一定要节流 也不对 连个乳蛋 我觉得你记了一个 乳蛋的目的是什么 我也不知道 下次就不要加了吗 这样想过去了 所以我觉得都是一种 我觉得是经...